灯灌雀楼是唐代诗人王之焕所作 诗的内容如下 《白日一山镜黄河入海流》 欲穷千里木更上一层楼 诗的前两句描绘了壮丽的自然景色 《白日一山镜》指的是 夕阳依靠着山脉逐渐沉默 日落十分的景象让人感到 时间的流逝和自然的宏大 《黄河入海流》则描述了黄河滚滚向东 奔流入海的壮观场景 凸显出大自然的力量和永恒 后两句则表达了一种积极进取 的精神和追求更高目标的态度 欲穷千里木意思是 如果想要看到更远的景色 更上一层楼则是说 就需要再登上一层楼 象征住只有不断追求 提升自己的境界和视野 才能看见更广阔的世界 这首诗除了描写壮丽的自然风景外 更深层次的是鼓励人们 追求进步和提升自我境界 诗中的意境和哲理使它成为 中国古代诗词中的经典之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